大家好 我是莊开文 欢迎收看T1点 从2022年2月24号开打的乌恶战争 即将届满一年 全球持续关注 这场自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欧洲规模最大的战争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呢 北约秘书长就向媒体表示 战争已经进入所谓决定性阶段了 至于美国CIA的示警说 俄罗斯将会在春天发动大反攻 但烟消位十足的可不只有乌克兰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今年一开始的时候就公开警告说 东亚可能会成为下一个乌克兰 更特别提到说 台湾的和平与稳定 对国际社会极为重要 他明确对其他G7国家领袖 表达了对东亚地区安全环境的强烈危机感 从乌俄战争周年到台海局势 真的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尤其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出访北京之前 美国军方宣布发现了 中国大陆的间谍气球 布林肯的仿中型立刻取消之外 美国总统拜登也下令击落气球 但是美国采用的是F22战机搭配AIM-9X响尾蛇飞弹 来击落这颗气球 也有所谓不能输的考量吗 我们先看报道 马上就请专家深入解析 这颗在美国领空滞留一星期的中国间谍气球 上周六迎来他的最终命运 美方派出两架 每台要价2亿美元 约60亿元台币的F22猛禽战斗机 在东南部的南卡罗兰纳州外 海约2万公尺高空 发射一枚要价千万元台币的小尾蛇飞弹 正中间谍气球中心 被击落的间谍气球有10层楼高 大小相当于三个大型巴士 被击落之后残骸分散在海面约11公里范围 深度约14公尺比喻其浅 对中方辩称这颗气球属于民用的 气象探测飞艇说法 美国从民间到军方都不买账 这颗间谍气球早在上个月28号 就被发现进入美国阿拉斯加的领空 随后飘入加拿大境内 上个月31日再次进入美国 尽管白宫一开始就知道 间谍气球的存在 但直到这个月1号 美国总统拜登才与国安幕僚开会 讨论相关处置 间谍气球因此一路横跃整个美国 更行经多个敏感的军事要地 尽管美国军方强调 已经阻止中方收集美方资讯 但拜登政府容许中国间谍气球 在所有美国人眼皮子底下 大喇喇的横跃领空长达一周 人引来众多共和党议员和州长 强烈抨击 由于近跌气球引发 美国国内的反中情绪更加激昂 国务卿布林肯原定 2月5号的中国访问行程紧急喊咖 尽管间谍气球入行美国并不罕见 光是前总统川普时期 就有过至少三次 拜登上任后也曾经发生过一次 但在美国领空滞留的时间 都不像这次这么久 因此各方对于这颗中国间谍气球的 入侵时间点与目的 有不同的说法与推断 这次事件完全是不可抗力导致的意外 美方不顾中方的反复说明 执意动用武力 明显反应过度 中方坚决反对 美方目前已经将气球残骸 送往联邦调查局进一步调查 这颗当前已经引爆美中关系的气球 未来还将为两国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变数 还有待观察 好 光是这一刻打气球的飞弹 又要价新台币1142万元 所以也反映出这个区域安全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但是国际情势可能大家会说 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 大有关联了 那么其中大家最关注的就是 2023年整体的经济 是不是有可能触底反弹呢 我们来看一下国际货币基金 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2023年的全球经济成长率 现在已经上修到2.9% 另外全球的通膨率则是降到6.6% 好日子是不是真的快来呢 可是马上我们刚刚看到的新闻 就是有一个气球 黑天鹅马上飞过来了 到底要如何来看待 我们马上来介绍两位专家 第一位要介绍的是 中华亚太安全治理学会的 资深研究员廖天威 廖博士您好 开文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再来就是大家非常熟悉 TVBS资深军事记者 顾上军 上军您好 开文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刚刚看到了气球 那颗气球圆圆的 所以在元宵节的时候 成为非常重要的一张梗图 对不对 不过后来好像战机 也有梗图出现了 怎么回事 对 其实这一次 中共真的是非常厉害 完全是超级不对称作战 因为它一颗气球 可能造价很便宜 但是它动用了 美国动用的是F-22 这种最先进的战斗机 还发射了一个造价 千万以上的AIM-9X的飞弹 去击落只是一颗气球 所以中共在 我觉得面子理直上都赢了 它飞到美国的本土 然后结果我们就看到一个梗图 F-16 F-15都战功标柄 上面满满的击杀记录 印在机身上面 结果F-22是什么 就是一颗气球 一颗气球 真是 不知道情何以堪 对不对 对美国来讲 不过马上请教廖博士 这一起间谍气球的事件 引发了中美之间的紧张 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布林肯本来 已经要防中了 对不对 临时马上喊咖 那么本来他此行 是要去建立所谓 中美双方的安全护栏的 而且希望能够不要擦枪走火 这么一来 安全护栏是不是又没了 双方互行基础又归零 是这样吗 一般的看法都会认为 这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有人认为说 安全护栏可能功亏一篑 事实上的确很危险 很脆弱 因为从去年11月 G20拜席会以后 大概一般认为 这个护栏已经建立了 不过从这段时间以来 到布林肯可能仿中之前 我们知道美中双方 可能都有了一些变化 意思就是说 美中之间 可能包括政界 还有内部的社会 都有一些分歧 而没有共识 这个时候在 借着这个气球事件爆发出来 所以这个气球事件 很可能会是一个分水岭 或者是一个时间点 这个护栏如果说 没有经过重新的修补 或者建立的话 后果其实是很不堪设想的 的确 彭博社其实 他们很早就已经公布了 所谓2023年 经济的三大起火点 特别要注意的 一个叫做能源武器化 一个叫晶片站 另外一个就是台海开战的话 很可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火点 那么很多的欧美领袖都认为 现在台海的的确确很可能是 新冷战的下一个目标点 就是台湾 甚至很可能不是冷战 而可能是热战 到底这样子的一个预测 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 这是三个蛮重要的面向 武器 晶片还有台海开战 正如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这个热点的问题 我想从这个2023到2030 都有许多的预测 搞得人心惶惶 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当然包括刚刚讲的 这个中美之间的大国的博弈 或者竞争 或者是俄乌战争 是不是在今年结束 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带来包括欧美 包括全球的这些能源 或者高科技 或者是可能发生热战的一些点 不要忘了除了台海以外 中东或其他的区块都还有 还有一些若干的问题 土耳其最近也发生了强症 所以It's a busy world 全球都在忙碌着 但是从经济的层面来看的话 我觉得它是可能会有一些 触底回升的迹象 是 那当然很多的专家的理由就是 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像中国大陆的部分 已经解封了 解封之后 很可能就会促进 整个经济在复苏 这是一个观察点 另外一个观察点 就是俄乌战争因为已经一年了 那么并不是说 它现在已经止战了 而是说大家好像已经习惯 俄乌战争所带来的影响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MF 稍微把它上修的原因 可是回到我们刚刚的一个问题点 就是俄乌战争已经周年了 即将满周年了 那这个周年的情况之下 很多人就说 到底什么时候要结束 拍一拍那种感觉 对不对 有可能近期就要结束吗 北约秘书长也就说 战争已经到了所谓决定性的阶段 这意味着在今年 渴望画下句点吗 我的看法是 从现在这个时间来看 这个迹象还没有显现 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一般现在预期 俄罗斯很可能在2月24号 就是开党周年以后 发起一个总反攻 那这个有一个前提 就是俄罗斯现在的地面的武器 跟人员战力 它是足够发起一个总攻击的 而且要能够逼使乌克兰就范 那另外一点就是 乌克兰本身来看 它的抵御 或者是要达成这个防御 这个整个国土的决心 是不是能够达成 我们从第一个来看的话 打了一年 俄罗斯是全球排名第二的 这个最大的军武的国家 没错 打了一年的确让大家都跌破眼镜 说怎么打成这个样子 甚至有人预期 普京是不是政权夭夭欲坠了 是不是可能内部会发生政变了 我觉得纯从军事的观点来看 俄罗斯这个时候 要发起全面的反攻 的确还有实质上的困难 所以我猜想 普京正在等待一个时机 或者形塑一个机会 是不是一定在2月24号 发起总体的攻击 不见得 不一定 这个可能包括欧美国家 希望他进入地面决战 所以不断地援助乌克兰 地面的重型坦克 从乌克兰来看的话 我们也觉得生灵涂炭 难民四散 的确是很可怜 这个也可能要看乌克兰本身 它的总体的政治的情况 包括现在肃瘫 出现了一些内部的问题 或者是泽伦斯基的决心 是不是今年会看到中局 或者看到和平的曙光 这是非常料定的事情 我觉得最起码 在今年上半年看不到 上半年还看不到 不过我们知道 就如同刚刚博士讲的 一开始真的小虾米 对大鲸鱼 对不对 很多人都说 大鲸鱼应该是一口 就把小虾米吞进去了 没想要拖到一年的时间 好 《华盛顿邮报》 有一篇专栏作家的 写了一个文章 我觉得还蛮值得参考 因为他认为就是说 最主要就是在于 乌克兰有盟军 那俄罗斯没有 所谓的盟军就是 我们来看美欧 军事跟经济援助 根据一项估计 已经大约投入到 一千亿美元了 其中不乏非常厉害的武器 对不对 像是爱国者防空飞弹 还有近期也承诺的 鲍尔斯的战车 还有M1爱博兰战车等等 但是俄罗斯 只有伊朗跟北韩 有提供军事设备 当然现在还要看的 大家都很注意的 中国大陆 对不对 先前中国大陆是表示声援 但是没有实质介入吗 我们还是打一个问号 不晓得 但是接下来的状况 又会是如何 其实还要再观察 我们知道上军 曾经就乌克兰援助的武器 做过专题报道 我们请上军来告诉我们 采访所得 这些可以转手为攻的一些 很关键的武器 究竟是哪些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乌尔战争是一个 非常典型的不对称作战 它已经把这个概念 发挥到极致 一个小国对抗大国 而且还拖了这么久 但是它同时也彰显出 不对称作战 它最后会有一些瓶颈跟限制 我们怎么看 像第一个 一开始美援 欧美的一些短程的 标枪刺针这种 兼射型的防空 或是反装甲武器 它可以在城镇战里面 发挥非常巨大的效果 它可以四处流窜 然后基地于无形 然后俄国人他们可能 装甲车被打爆了 还不知道敌人是从哪边来的 但是我们看到战争拖延到 更后面的时候 这种防守型的武器 是没办法反攻的 他们要反攻我们会发现 它还是需要长城的火箭弹 像海马斯 然后要防空 也需要爱国者 这种非常精密 造价高昂的武器装备 甚至是我们要 打一个城镇战 我们要把一个城镇给夺回 这叫做夺环的一个战术的话 还是需要重型的装甲 所以乌克兰不断地 希望可以援助鲍2 N1A2 这种顶级的装甲车 战甲车 因为如果没有这种 高超的机动力 防护力还有火力 这个合而为一的战车 目前人类的科技 还没有东西可以取代它 这就是不对称作战的限制 我们没办法只靠一些小型武器 无人机 标枪 刺针 它虽然是很不错的辅助跟防御 但是你要反攻 要把敌人给逐出境外 还是需要重型武器 这就是我们在乌尔战争非常明显的一个 可以得到的结论 反观到台湾 台湾也是一个城镇密布的地形 当然我们可以 也是密布了这些小型的刺针 镖枪 然后可以让敌人非常的寸步难行 但是如果我们要把他们 集回到海面 然后甚至把他集回 击退的话 我们重型武器像海马斯 我们最近也有购买 然后甚至我们MIA2 也是未来的军购项目 在2024年最快就会抵达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的结论就是 不对称跟传统军货 还是要一起并济 一起共同来使用 的确这点非常重要 而且我们刚刚一再再讲 乌克兰如果说最终是地面决战的话 对台海来讲 制空还有制海的能力 就相对非常严重 而且非常重要 问题是目前整个共军的海空军的规模 还包括长城飞弹的能力 已经可以涵盖整个第一岛链了 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国军 好像这个外离岛的部分的驻军 稍微是减少 对不对 反而集中火力在束手本岛 上军也去做了一个采访 就是到了台海的第一线 可以看到有一个地方 反而不减反增 为什么 那就是澎湖 我们来看看上军的报道 再来讨论 陆军装甲火力输出 再搭配强大的海空军压制力 甚至连海军陆战队都曾以此 作为夺岛演习想定 在飞弹时代来临 各大外离岛战略价值下滑之际 仍然屹立海峡以东 镇守中线 部署重兵 风光明媚的沙滩 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 不同于金门马祖的战地情怀 澎湖是国人脑海中的观光圣地 光从外表完全看不出来 这里上百年来 都是二守台海的军事重镇 澎湖在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就从历史来讲 澎湖的历史早台湾400年 那么现在显然的看出来 澎湖在无论是经济或军事上 复卫台湾也可以说是相当重要 最前线 第一线 中华民国海军有四大军港 分别是基隆 苏澳 左营 马公 其中澎湖马公是唯一一座 不在台湾本岛的军港 可见它得天独厚的战略条件 有多重要 而中华民国海军 目前任务最繁重的主力战舰 成功极舰 它的部署母港就在马公 澎湖海军146舰队 以综合性能全面的 成功极船舰为骨干 快速进出港的特性 相当适合在海峡中线 担负拦截共舰的任务 配备的标准异型防空飞弹 只能有效延伸台海防空 守备半径 再搭配空军战机空中征照 以及陆基雷达阵地联合勤奸针 第一线掌握共军的风吹草动 金盘马祖已经太前了 所以就已经没办法 保护到台湾的领域 很多地方都在捡兵 我们这个兵岩没有捡 还无情中慢慢的在增加 其实目前澎湖的整个 营区扩建 差不多将近有接近 差不多40亿的工程 澎湖也部署了 强大的飞弹系统 包含空军的天弓三型防空飞弹 以及海军的雄二雄三反舰飞弹 若共军对台采取登陆战 可与东瘾联合发扬火力 在台湾海峡形成杀伤范围 及敌于半渡 有效扩大台湾本岛的防卫纵身 但也因为澎湖绝佳的战略条件 驻军的战备任务极其繁重 澎湖地方小听得到战机起飞 所以主要中共飞机超过中线的时候 这里都听得到战机起飞 这两年的空军跟海军 因为中国大陆常常越线 所以空军跟海军随时要待命的 就只要越线他们都要出去巡航 或者是对峙 所以相对这样的兵种 在澎湖比较吃重 所有外离岛之中 蔡总统最频繁造访的就是澎湖 包含天驹部队 146舰队 再三视察台海第一线战备状况 军事是政治的延伸 澎湖作为台湾的屏障 战略地位向来吃重 但随着两岸政治对立加深 在观光胜地的明媚之下 军事战备的紧绷与肃杀 也不断增加 我们常会看到很多 对于台海方面的预言 可是如果这个预言 是来自于美国军方又会如何呢 马上来看到的就是我们提到了 美国四星上将米尼汉 他写说他希望他是错的 但直觉告诉他说 我们将于2025年开战 因为美国跟台湾都在2024年 有总统大选 那么有可能就为中国大陆 创造采取军事行动的机会 如果一个人是危言耸听 另外一个人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人最近还访台 他是美国的前印太司令戴维森 但是他在美国国会也曾经预言说 他认为中国大陆在2027年就可能攻台 听起来大家好像要做足准备 请问廖博士您怎么看待这些讯息 这位米尼汉 他是美国的空军的一个司令官 所以他提出来的备忘录 他大致上是针对 就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他针对下级各级的作战部队的指挥官 提出一个预警 就是你们要备战 要准备好 但他多提了一句 他说我直觉认为是2025 我们要回到说可不可能 他其实也分析了这个因素 就是说2024在美台都有大选 在大选之后选择动武 通常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所以我觉得关键上 应该是2023到2024之间 撇开这个不谈刚刚提到的Davidson Davidson是美国前印太司令部的司令 我们都知道这个印太司令部 前身就是美军的太平洋司令部 这一位通常是由海军上将出任的 他一定是具有一些军事战略素养 同时他要对国际政治 有相当的了解 因为他的幅员很广 从东北亚到东南亚到南亚 都是他的管辖地 每个国家的政情军情 他都要摸得很熟悉 我们看Davidson这位 他预言2027的确有可能 因为有两个前提 第一个就是 那个是习近平第三任期的 结束的那一年 再来就是中共解放军的建军百年 所以这是国内很多的观察家 都有这样分析的 所以我们不一定预测哪一年 当然我们也可以回到原始的前提说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在 2027之前形成一个成熟的军队 可以有效的防卫本土 又让像刚刚主持人讲到的 这个制空制海 然后这个在贪案 就可以殲灭敌人 这样可以让我们有信心 甚至不需要动刀陆战 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要加强的 但是我们现在的几个作战的前提 包括从远程打击到联合制空制海 到贪案决胜 还有包括资讯战 还有联合指管勤奸针 这些是我们的六大的 作战的要项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能够在 这个时间点之前 都能够把它巩固好 这是对我们国家的国防军事 最严苛的考验 那到底巩固的如何 马上就要来请教一下上军了 因为上军之前才走访了金门 澎湖这些台海的第一线 到底我们是不是已经做好准备 很重要的就是真的要避战 不要主动求战 但是做好准备是绝对需要的 其实像我这一次走访 整个太膨金马 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 其实过去一直有所谓的 金马器军论 因为金门马祖离中国大陆太近 在现在武器已经射程 超越传统火炮的时候 它其实它可能岌岌可危 甚至可能会被 在开战的时候成为一个人质 我们远水救不了近火 像澎湖或是东瀛 它离中国大陆都有一段的距离 所以它还可以放置一些重要的设备 然后增加我们的飞弹基地 可以让我们分散部署 但是中共它目前的决战要项 还是会变成以进攻本岛为主 它可能是兵分两路 同时在进攻台湾的时候 然后以飞弹把这个澎湖 或者是东瀛的重要军事设施给摧毁 但是我们这些地方我们也部署一些防空飞弹 就是希望能够拖延时间 可以让它越拖越久越好 所以目前我们的台湾 台澎金马总体防卫 还是以北台湾政经重枢 来巩固为主 这个是一个主要的战略构想 因为中共一定也是速战速决 它不会从南部登陆 慢慢一路往上打 它损失很惨重 也增加了美军或日本 他们可能从中介入的机会 它觉得是速战速决快刀斩乱吗 不过这回过头来大家就讲 如果说台海真的有事的话 我们是不是有盟友 立刻可以持缘呢 然后大家马上就想说 对啊 日本人不是都讲吗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好 日向岸田文雄 他先前就说了 东亚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乌克兰 此话怎讲呢 而且日本甚至还做了 夺岛作战的演练 马上回来继续讨论 非常重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